我们在这里经营这样的文教事业 小朋友的出入算是安全考量很重要的一环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点 我们盖房子以后 我们就打算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能够让家长来的时候 开车能够降速 又能够对孩子安全上 能够有保障的招牌或者是设计 那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 感情一般都是很亲密的 我们的称呼他们 我们都是喊他小屁孩小屁孩 那家长要走了 我们也会说屁孩妈妈再见 所以我跟我先生 他就有这个idea说 想要把它用成一个屁孩出没 感觉是这些可爱淘气的孩子 在这里穿来穿去 但是我们能够因为照顾他们的安全 而考量做的这个广告 虽然在幽默美感上都间距了 可是我们还是安全考量第一 所以一般的交通号制上没有LED灯 我们还特别请帮我们制作的这一位 左身的师傅帮我们做文 他叫左川 左川不好意思 坐机师也帮我们加上了LED的构想 那在整个晚上车辆开来开去 家长都认为说真的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设计标志 那他们对于这个屁孩两个字 大家都非常认同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淘气的小屁孩 谢谢 谢谢